自驾到达玉溪抚仙湖的第四天 我们每天看着这里的蓝天白云 吹着湖畔凉爽的风 吃着当地特色的铜锅饭和铜锅鱼 生活悠闲 自由自在 这几天可能是我们到云南一个月以来 最幸福的时刻了 大家好 我是七哥 我是老大陆 我们两个到达玉溪的抚仙湖已经是第四天了 这个抚仙湖的风景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是完全不需要滤镜的那种美 然后我们也研究了一下腐仙湖盐湖 有93公里的盐湖路 我们今天打算从这个顾山岛这个位置往前开 一直开到这个成江市 这个天还好蓝 天也蓝 湖也蓝 今天是我们在这里四天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 所以我们待会也走环湖路 一边走一边拍 看到什么景点了 我们就停下车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一下底下这个腐仙湖的湖水 对 纯粹的玻璃水 怎么样 太水烂了 昨天我们是在这个顾山岛对面的一个小宾馆住的 然后今天退了房 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他们腐仙湖的这个水 大家都说这个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哇 冰冰的 好冰啊 今天的水 好漂亮 真的好冰 我们现在继续开车往前面走 为什么很多人说来到云南旅游啊老是被坑 然后旅游体验不是很好 我觉得呢来云南旅游最好还是要自驾游啊 如果说是像他们这样跟团的 我刚刚听他们说了今天早上从昆明出发 然后经过玉西 然后下午呢又要到达大理 然后晚上最终到达立家 这一天啊基本上就逛完了 大家说这样子能看到什么景色 来到腐仙湖旅游 开车走一走环湖路是很有必要的 沿途或远或近的 能看到各个不同角度的腐仙湖 在蓝天白云衬托下的湖水 尤为治愈人心 环湖一圈大概93公里 一天走完拍完不太实际 我这里建议大家 从陆居镇沿环湖西线往成江方向走 这样我们的车子啊 就可以贴着湖边拍照比较方便 而且中午12点以后 这个方向都是顺着光线走 看到的景色更加美 另外就是环湖不要着急赶时间 尽量走地图上能看到的小路 这样距离湖边更近景色更美 这条线经过的景点非常多 有收费的 但是更多的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情况选择 我们从顾山岛出发 沿途打卡的第一个景点 是网络上非常火的明星村弯子沟 实际看到的景色 并没有在网上看得那么惊艳 一片白色的石子滩 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拍照打卡 不过这个角度拍照确实是很不错的 很多人都说大理是个有风的地方 但是到了这里我才知道 浮仙湖的风也是有形状的 继续往前走 沿途又经过了明星渔洞 路冲风景区 我们都没有再停留 这是两个收费的景点 我们始终觉得来浮仙湖的主要目的 就是看浮仙湖 仅此而已 这一趟环湖路我们走得很慢很慢 几乎就是每小时十公里的进程 到达第二个中要打卡点时 已经是下午两点 这里就是浮仙湖著名的红沙滩 这里给我们的感觉 是眼见要比听闻要更加壮观 这是一大片粉红色的沙滩 据说是由黑色的火山石 氧化后蜕变而成 从航拍的视角来看 这幅画面更加令人惊艳 沙滩与湖水交融之处 形成了一道由粉红蓝色组成的彩带 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产物 红沙滩是免费的 也是我们认为最值得前来打卡的景点 最后如果不是肚子饿得不行 河大路估计要在这里玩到天黑 离开了红沙滩 再往前走 景点逐渐变得密集了 随便在哪里停车都可以拍到 非常漂亮的画面 也可以逛逛湿地公园 看看薰衣草的花海 如果时间允许 还可以到前面的时光战道 等一场日落 今天这个天气是相当的好 我们今天是中午从这个前面的沃山岛出发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四点钟了 一路上逛了好多好多景点 这途中有收费的有免费的 大家看自己的情况 其实免费的景点不一定比这个收费景点差的 也是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成江的马房村 今天晚上我们打算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明天再离开 河大陆说了 因为马上就要走了 他还想再吃一次石锅 铜锅鱼铜锅饭 最主要是想吃那个饭 对吧 饭好香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村子里面找一家菜馆 再来回味一下 是这家了 这里 这个芡可以用吧 可以的 嗯 这里可以做 还有饭吃的吗 等到三人餐这个 开饭了朋友们 今晚这一餐比昨天那个还要丰盛 小鱼小虾 炒青菜 凉拌黄瓜 还是这个土豆饭 还是这个铜锅鱼 这么一大桌子菜 看起来比昨天丰盛很多 但是实际上比昨天这个价格还要便宜 嗯 也是我们从团购上买的 这里是79块钱 就这么多 昨天那个88 那这个还要便宜 好了 今天晚上吃完这一顿 我们就准备要明天离开这里了 离开福建湖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拜拜